他临走的时候还对我说 别再把自己的剑弄掉了 一个剑客一定要握紧自己手中那把剑 才能凭天下所有不平之事 如今上世已断 这个世上再无理相依 也没有像仪台阶 既是如此为何要为难这位 李莲花 李莲花大夫呢 你果然是个老狐狸 承承 所以需要你这只小狐狸打把手呀 你小朋友就是小朋友 有什么底牌 别轻易地献给别人看了 长记性啊 这方便你最擅长 老婆 你少在背后骂我啊 死狐狸 也未央繁星落眼光 这把剑对你来说太沉了 不适合你 接着 这把木剑比较适合 若你能用这木剑 练好百招基础见识 来找我 我定收你为何人 静心朋友 你说什么 新朋友 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一点良知都没有啊 美大美好 你这话不要再说了行吗 以前我的搭大是你 往后也只会是你 这样我们就学死骨门一样 一起查破天下奇案 框正江湖 李相仪若知道十年之后 有一个人这么懂他 那是会很开心的 若是没有他 我现在只是个贪坐在椅子上的废物 小时候人都笑我亲我 只有我师父鼓励我习武 又等自在静怨们和似乎们之间做手脚 此时被我恐怕身不坚定 我既然一生生死不论 不能让这丑小子再与我一通收血了 你我一路走来 只有我对你推行之不可拧啊 多少次答应我绝无血 可大都来生买肚子谎言 李相仪 你若不答应我 我就让山谷到达儿子 唯一的血脉 死在你面前 今日你我 犹如此天 从此以后 直到我了 好巧啊 李神医 李天花 滑头老狐狸 李天花 李天花 啊 房东边 哎 回车前 方小宝 方小宝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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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谁敢向你年花 我怕死的 警告他们 你年花一定要带走 这个心坦的身份 我不要一把 没想到 李们主沉寂十年 才结交了一个新的方法 宁可 服你的铭警 也要保你平安 也会养生喝度 来 鼓励你 奖金一颗糖 祝你长命百岁 药道病毒 你不自己了 我怕死的 我怕死的 你不在身旁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了 就算寻遍天下 我也一定要找到能救她的方法 善为风大 披上吧 谢了 有何愿啊 抵不过彷徨 来何流 你到底在哪儿 一定还活着对吗 会有你是我的天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